日本朝日新闻近日报道称,日本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将于2018年3月新设日板海军陆战队水陆集动团专门负责领导防御。 报道还称,其中一部分将部署在距离钓鱼岛较近的冲绳地区。 一旦西南诸岛发生意外,该部队可以迅速展开行动。 日板海军陆战队呼之欲出 众所周知,日本与周围三个国家,中俄韩均存在领土争端。 日本是个岛国,土地面积狭小,资源匮乏,危机感,紧迫感比任何国家都要强烈,在争夺领土问题上民族情绪异常高涨。 一方面,日本政府不遗余力地开展外交战、舆论战。 另一方面,日本不顾一切突破宪法禁锢,利用已经生效的行恩宝法为依据加强和加快阔军备战步伐。 日本计划成立的水陆机动团目前约有2100人,除了司令部外,还将包括两个以波兵为主的水陆机动联。 日本有分析称到2018年,水陆机动团或将拥有三个连队组成约3000兵里的一支准海军陆战队。 水陆机动团组建地点放在面向东海位于独岛,日本称主岛和钓鱼岛之间的九州地区。 独岛,日本称主岛,法新社。 日本之所以将其称作水陆机动团而不将它直呼其名为海军陆战队。 因为日本宪法规定日本不能拥有军队也不能使用海军字样, 但是这支军事力量实际上一点也不比其他国家的海军陆战队逊色, 甚至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按照日本自卫队的作战设想,为了应对钓鱼岛可能出现的民事入侵, 海上攻击和兵力强行登陆等不同程度的威胁情况将实施包括两栖登岛作战在内的海空自卫对海上攻击等一系列作战行动。 一般来说,日本的夺岛作战将通过部署在冲绳和周边岛屿的基地展开, 但由于钓鱼岛地势狭小,无法展开装甲部队,因此只能采用小谷特种部队和精锐两栖作战部队进行夺岛。 而日本组建水陆机动团就可以强化这种作战配置, 通过与空降团密切配合,为夺岛提供海陆空立体化作战基础。 中国因高度警惕,未雨绸缪。 安倍晋三于2012年12月26日第二次就任日本首相, 他的执政目标十分明确,修宪、扩军以及走所谓正常国家道路。 安倍2012年开始第二个首相任期, 获军与修宪同步。 安倍上台之后十分重视海上自卫队的装备技术升级。 近日向一是两艘准航母服役之后又有出云。 加贺两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目前最大盾位的直升机航母陆续下水入列。 有报道称,根据日本防卫省的计划,水陆机动团将按照美军海军陆战队的编制进行建制, 并将从美国引进水陆战车和可垂直起飞的鱼鹰运输机。 此外,安倍上台之后也高度重视海上保安厅的力量建设, 针对中日钓鱼岛之争大幅度提高海上保安厅的年度预算。 华博专门款项用来装备新锐武备。 加贺号是日本第二艘出云集直升机驱逐舰,视觉中国。 明年3月,水陆机动团正式成立后将标志着战后日本武装力量的一个重大突破。 日本从法律上只能拥有自卫队变成实际上拥有具备进攻能力的军队。 这不能不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和防范。 现在,日本海上保安厅已经成立了钓鱼岛专门部队。 海上自卫队正在建造两艘针对中日岛征的护卫舰。 陆上自卫队即将组建水陆机动团。 日本版的海军陆战队海上硬件大幅度增强。 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群。 对此,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都应高度警惕。 未雨绸缪,充分做好防范工作和采取有效抗衡措施。 郁志荣,中国太平洋学会副秘书长浙江海洋大学教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